五分鐘認識這個可愛女神,詳澤亞美 大家好,我是廢柴X,雙性戀 亞美出生於1987年6月3日,32歲 她是日本的靜岡縣人 在2004年,亞美憑著在世界中心呼喊愛情中飾演女主角 港瀡亞紀以17歲的年齡,成為了日本國內很多電影項目當中 史上最年輕的最佳女配角得住 因此深受各地的年輕人所喜愛的一個偶像 故事來說,男主角重盤鵬太郎 回想起和這個病世的戀人,港瀡亞紀真是亞美飾演的 難以一個亡懷的過去 幾年前,鵝太郎跟同學亞紀相戀 但在相戀的第三年,亞紀就是因為血癌 一天被一天衰弱 有一天,鵝太郎曾答應到亞紀在修學旅行 奧大利亞烏魯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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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 另一首是令人回味的暖情 這首歌可算是一首我心中的十大悲情歌之一 但我還有一首是更加悲情的歌 現在就不說了 稍後有機會會再說 2005年阿美飾演Touch 倫家女孩 另一個名字叫彭球英雄 飾演女主角 錢瘡馬 故事說一對孖山兄弟 相慘達也和也 青梅竹馬的隔離輪舍 錢瘡男的一個感情和一個夢想的故事 追逐彭球夢 Touch 倫家女孩 又是高達聰的作品 上一集如果有看石鹽充美的影片都知道 他也是有拍H2的 H2都是高達聰的作品 所以我的重點是甚麼呢 就是在那個年代 大家都是拍同一套戲 之後去成名 所以這些其實是一些機遇的問題 所以就算是石鹽充美 你不紅 但是你也是有原因的 都是一時 之後你都會找到一個想認識你的導演 一個白樂 這樣 而我相信 更多人對亞美的認識 是2009年和山下子一起合演的 求婚大作戰 故事是說 男主角山下子狗飾演的健三 出席亞美飾演的黎 和大學教授 和木正人飾演的多田的一個婚禮 由於健三就後腹沒有在當時和黎表白 而這個時候 因為擁有可以控制時間能力的精靈就出現了 因為聽到健三的心聲而去深受感動 決定讓健三一次回到過去的機會 結果就是健三抱得亞美歸 而小小暖歌和明日程都是好聽的歌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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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說 車開一點點話題 有一次回到過去的機會 回到過去的機會 回到一套的動畫 叫做ORINS ORINS ORINS才是最悲情的歌 ORINS的歌手ED 然後 如果有一句很深刻的 就是如果有一次回到過去 他一定會很不由要去抱著 這個KAKERU 如果明白就明白就算了 在2019年 亞美在信用欺詐師 飾演天才的欺詐師 和一奈給人一個可愛的感覺截然不同 說起欺詐師 是不是欺詐遊戲了一個呢? 其實不是 就不同一點的 故事講三名的信用欺詐師 譬如自己的頭腦 用各種以上天開的計劃 今天就從這些 貪錢的利欲分心的 一些大官惡人手上 去握取 金錢的一個單元期的故事 我是廢查X 雙性戀 每個星期之初 去出一條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就可以在下面 按個鐘仔 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最新的資訊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